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 这次王一博成立了官方粉丝团,这次终于可以找到了归属地了。对于王一博的粉丝而言,一直是无头苍蝇的状态,这次成立了粉丝团,可以算是比较正式的入住了,往后有什么消息就可以反馈了,终于可以不用被各种的歪瓜裂枣的东西而烦心了。起码粉丝团是公司统一优化管理的,有问题都可以反馈了,有假料都可以直接过来询问了。 起码从一定程度上杜绝了造谣声势的问题。对于王一博而言,更是一个件好事,更不需要因为粉丝的问题而烦心了,更好地可以跟粉丝有个良心的互动了。 这次的清朗行动,真的对于娱乐氛围的营造,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引领作用,起码有个好的规范,共同打造一个干净点的网络环境。 不过,不知道为何,总是在响应号召的时候,王一博的经纪公司总会有个神操作,带着一点点憨头憨脑的作风。 真是有点想说,小作坊,真的不要这般搞笑可好,好不容易出来办点事,为何总是这般不上档次呢? 为何呢?非常好的是,积极响应政策的号召,可惜啥也不知道怎么弄,起了个名字,结果还整出来了笑话。 别说了,真是都快被粉丝嘲笑了一番,更别提外人了,哎,真是拉垮,话不多说,看看这个小作坊的神操作吧。 第一次起名字,也是相当的大气磅礴了。 王一博官方后援会2021,试问后面难道年年都要更改一下时间吗?肯定是不合格的啊,这操作也是相当的无语了。 看来不行,紧随其后就用个特别的吧,瞧一瞧哈,非常个性了。 王一博官方粉丝团0805,哎呀,这个不错吧,85号标识符,非常具有代表性了吧? 不好意思啊,请问小作坊能不能看一下人家官方的要求啊?名字要直接干脆,不准带花丽胡哨的东西。 看来不行啊,最后只能来了一个非常直接的王一博官方粉丝团。 好了,终于尘埃落定了,不容易啊,真是为难了这位首当其冲的小能手了。 真是粉丝笑开了,如同孟母三千的感觉,起个名字都要一改再改,总归是改成功了,符合要求了。 如果不是因为王一博,谁还会在意这个小作坊的搞笑神操作呢? 官宣起了一个带英文的名字,感觉自己老高大上了,但是总是被限流,搜不到,热度也上不去,小豹子也是委屈的不要不要。 起个粉丝团的名字,还要追求自我发挥空间,各种的后缀加不停,你就不能安分一点吗? 为何王一博这般沉稳佛系,他的公司总是这般小做经一课都不安分呢? 能不能干?不行赶紧撤,只能说粉丝给操碎心,公司给拉后腿,只有王一博独自一人在驰骋,还好饭圈整改,流量退场,实力上场,终究还是王一博的主场。 20多岁的年纪,敢听敢闯,生而无畏,继续创造自己的价值吧。 王一博,王一博官方粉丝团成立了,记得关注哦。好了,往后都乖一点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